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身处在21世纪里面 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我们就必须要用21世纪 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些实力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会有一些切身的体验在里面 那最近新闻比较常常看到的 是乌克兰和俄国的战争 从二月份开战以来 他整个战况是不断地在变化 那么最近的新闻是什么呢 俄国总统普廷 他准备征召30万的后备军人 那从大部分的新闻里面 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有没有点像这个图案给我们的感觉 乱糟糟的 然后呢大家四处乱窜的感觉 那么从新闻的里面的话 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图案 我们看见许多年轻人 在义林的年轻人 当他们面临要被征召的时候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他们的决定是什么 我们看到新闻的照片里面 他们西家 不是西家带卷 他们是男人 所有的男人 他们一个一个的 往不同的国家去跑 到不同的国家去 那么 这些新闻让我们看到 他们是四处的在躲避 普丁的这个征召令 我们看到在这边 他们当他们要进入不同国家的时候呢 在过去通关的时间 可能是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呢 我们从新闻里面 我们知道 那个车阵 那个人潮排队 要通关 大概是以天来计 要几天的时间 那甚至 阿米尔新闻报导说 在太空里面 都可以看到 这个排列的这个车阵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 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俄国的形形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乌克兰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 我相信大家在二月份 他们在开始打仗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 那时候乌克兰总统 Zolensky 他准备征召 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子 来准备打仗 那时候新闻看到的画面 都是男人和家人 道别 抱着妻子 抱着孩子 在不管是巴士车站 或者火车站 和他们道别 那么这一幕 这种情形 我们看到逃离战火的 在乌克兰不是一邻的男人 而是一群老弱妇孺 所有的男人 几乎全部留下来保卫家园 那么这个情形 和俄国人的情形 是成两极化的这种反应 从这两极化的反应里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到底谁是真正的是跟谁 那么他们知道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他们愿意留下来 这些乌克兰人 他们愿意留在乌克兰 保卫他们的国家 那么问题是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在彼得贤书第一章 第二节的经文 是这样子说的 照着父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这一节的经文 让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见 我们也就是你我 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子民 我们借着圣灵 我们成为圣洁 让我们能够顺服基督 而且基督的血 为我们献上为祭 叫我们能够成为蒙恩的人 那么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来看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九节的经文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相信这段经文 各位弟兄姐妹都很熟悉 这段经文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是一群爱神的人 神所爱的人 我们的身份很特别 我们的身份与众不同 那因着我们的特别的身份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就在第二章第九节里面 接下来讲什么呢 要叫我们宣扬 那招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前面一段告诉了我们的身份 后面一段告诉了我们的责任 那你我 我们是怎么样得到 这个特殊的身份呢 让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老我 我们都有我们的原生家庭的背景 我们都有这些包袱在我们身上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罪 我相信大家都能同意这些 那我们身上的罪是怎么样能够卸下来 我们身上的罪是怎么样能够得赎的呢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都很清楚 我们的罪是凭着基督的保血 因为基督的保血 所以我们能够脱去我们身上的这些包袱 不是凭着能坏的经营财物 不是这些 如果说凭着这些经营财物的话呢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得赎 是不是按照我们身上的我们的金钱多少 我们的财富多少来决定呢 这个就不合理了 不是吗 我们今天这个身份是白白得来的 是因为神的恩典 神赐给我们这个身份 不然你我我们会骄傲的说 是我 因为是我 所以我才会有今天 当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呢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把神忘记了 我们在世上领受的这些恩典 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上文下里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虽然是自由 但是呢 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保血 所赎回来的 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认知 觉得是我们的自由 是政治上的自由 是人生的自由 不是这种情形 这边所说的自由 是我们从最终被释放出来了以后 我们的自由是 弃恶扬善的自由 这个自由和我们所理解的 这种一般我们所讲的 这种自由 人权完全不一样 同样的 这边的自由也告诉我们说 不要借着自由遮盖恶毒 这话怎么解释呢 因为常常我们会说 哦 这是我的自由 这是我的权利 我相信各位听众姐妹常常听到这些声音 那么但是呢 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我们常常碰到这些人 常常遇见这些环境 他们所强调的是 他们所强调的是 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权利 我们用这些来遮盖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今天我们再也不去评论 做的事情是对是错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自由已经变成一个 我们的挡箭牌 说这个是我的自由 这个是我的权利 我的自由 你管不倒我 我的自由 是我的范围之内 不是你能够管的 我想 这个自由 被我们所滥用 那么 也就演变成 我们在自由这个招牌之下 我们做了恶事 用这个自由 来遮盖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同样的 在彼得贤书二章十六节 最后讲到说 总要做神的仆人 真正的自由 是做神的仆人 是我们选择行神的旨意 而且我们乐意的去顺服 那么我们就思想一下 我们对仆人的认知是什么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到仆人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二十一世纪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外拥 我相信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外拥 那么如果说 年长一些弟兄姐妹的话呢 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我们会想到 夏女 长公 这些不同的名词 不同的名词 反映不同的时代 当然圣经在这边用仆人 这两个字 来解读 那么但是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仆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我们要确确一点的翻译的话呢 这个应该可以解读为奴隶 当我们讲奴隶的时候呢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的感受 和听到仆人的感受 是完全不同的 当我们说仆人的时候呢 我会感觉到说 我做仆人的 我还有一些自由 我还有一些我自己的主张 但是 如果我们用奴隶这两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的感受 马上完全改观 我们会感受到 这个人 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 不管做什么事情 完全就要看主人的脸色 主人的吩咐 今天主人高兴 我的日子就好过 今天主人脸色一翻 那我就知道 等一下我就有麻烦了 我们知道 奴隶和仆人的角色 有很大的差别 当我们用奴隶来解读这个的时候呢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的感受 对这节经文的感受 是完全的不同 奴隶没有自由 奴隶是 主人的财产 就像任何一个东西 主人决定要丢掉 就可以把它丢掉 主人决定要做什么 就可以把它做什么 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 这个奴隶也必须要完全听从主人的吩咐 而且要跟随着主人的信仰 为什么解释说要跟随主人的信仰呢 今天如果说你带你一群奴隶在你后面走 我们信的是基督 那如果说你这种奴隶 今天信的是伊斯兰教 或者回教 或者说是佛教 那么所表现出来的和你完全不一样 那你说这个主人 脸上挂着就挂不住 他会不会是希望跟随他的人都和他一样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显示出这个主人的威风在这里 这个仆人或者解释为奴隶 也是在社会里面最低下的一个阶层 那么这样子的解读 会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理解 那么从这个第二章的十八节 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开始的这个段落 就在讲对做仆人而说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刚刚解读了 仆人是没有地位的 不论是做对或做错 完全是看主人的脸色 所以就带我们今天到今天的经文 你们蒙昭 原是为此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 我们前面看过了 我们为什么蒙昭 我们如何蒙昭 我们怎么样得到我们的身份 我们来看看 这段经文 他所说的对象是谁 对仆人来说的 对做妻子来说的 对做丈夫来说的 也对你我对众人而说的 这一段的经文是对所有的人说的 基督为我们众人立了榜样在这里 那么我们要思考一下 基督为我们受苦 因为这边经文提到 基督为我们受苦 我们来思想一下 我们所读的新音乐圣经 在福音书里面 讲到的基督是生平 我们从福音书里面 我们看见 耶稣没有犯罪 他口里也没有出过任何诡诈的话语 耶稣被骂 他不还口 受害 他也不说威胁人的话 最后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的是担当我们众人的罪 在以色亚书 以色亚书53章里面 是这样的说的 以色亚书53章里面讲到是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备 被神击打 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颠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 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第七节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 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事的人 谁想他受鞭伤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第九节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 与财主同葬 以赛亚书这段经文 一般的解读 我们都把它解读为 描述耶稣基督 最后再世的一段时间 从这段经文 我们也看见 在彼得前书里面 彼得引用了 以赛亚书这段经文 来解释什么叫做基督受过苦 我们在那里想 基督为我们承担了这么多 为我们承受了我们的罪 摆上了一切 那什么叫做 基督留给我们榜样呢 我想我们从新约的书节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 耶稣是取了人的样式 他本来为神 但是却取了人的样式 降悲自己来到世界上 在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 是这样说的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这段经文 同时也让我们看见 耶稣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里面 是格格不入的性格 我们在今天所讲的是什么 人权 我的权利 但是耶稣所呈现的是什么 他忍受冤屈 他不作生 如果换作是今天的情况 如果说是你我面对这个环境的话呢 我们可能早就站出来 据理力争 抗议到底 完全不同的反应 同样的 耶稣也让我们看见 他是如何的爱神 爱人 耶稣 他怜悯那些弱势者 他关怀那些社会的边缘人 在我们的社会上面 有没有这些人 有 有弱势的团体 也有许许多的边缘人 在两千年前 耶稣所展现的 是关怀他们 是与他们亲近 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 耶稣亲近那些长大麻疯的人 在21世纪的今天 我们会不会亲近那些弱势的团体 那些社会的边缘人 那些街上的游民呢 我相信我们大家的反应 都会是三思而后行 今天不是说大家不会做 而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考量 因为我们会说 现在的环境和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是在21世纪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看新闻的话呢 常常会看到 在纽约市 就在街上所发生的 种种不同的事情 不管是在地铁里面商人 在街上里面这种暴力的行为 都会让我们感觉说 我们到底是不是该不该 我们会有一个退缩的感觉 那么但是保罗 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 他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 这段经文说得非常的好 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一个 非常年轻的一个人 但是保罗就告诉他说 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今天保罗不是说 要靠你的年龄 你要年长一些 你才会比较有威望 今天不是说 提摩太你要去多学一些 然后你有学问了以后 大家才会幸福你 今天也不是说 提摩太你要展现 你的能力 你要展现你的经验 大家才会跟从你 不是的 保罗不是这样说的 保罗说 是在言语行为信心 爱心 在这些上面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可以说是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无形的东西 不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得到 一个人的言语行为 我们很难真的看得见 但是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个人的言语行为 和众人不一样 一个人的爱心 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常常会说 某某弟兄姐妹 真的是非常有爱心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们感受到 这是在我们生活里面 所表现出来的 那么 什么叫做基督的角中 当我们在思想基督的角中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我不是说常常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刻意的 我们会到以色列去 然后呢 特别的走上一圈 基督所走的地方 我们通通都去绕着一圈 去走一圈 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好 而是当我们在 跟随基督 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不是一个外表的跟从 重要的是 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在想什么 我们想的是 我到此一游呢 还是我想的是说 我真的感受到 基督在当年 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 我们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的内心是什么 那么 经文告诉我们 在二十一节这边告诉我们 跟随主的角中 就是在我们的言语 行为 信心 爱心上 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那 我们讲说 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相信 大家看到这个 都会觉得 这是标准答案 我们要有基督的性情 我们要柔和谦卑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要爱神爱人 我相信 去问任何一个基督徒 大概我们都会得到 这一些类似的答案在这里 可是 这一些是一个形容词 这些的形容 有一点点抽象 很难具体的去琢磨 是说 什么叫做基督的性情 什么叫做柔和谦卑 什么叫做顺服神 什么叫做爱神爱人 这个好像太抽象了一点点 那么我们今天 就我们稍微具体的一点点 来形容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就这么简单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不再以众人 所认为是好的 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 众人所追求的是什么 名誉 权力 权力 财富 众人所追求的是这些东西 当我们把我们的目标 从那些事情上面 转移的时候 我们就改变了 我们的思维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会开始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不再以财富 来衡量我们是否成功 而且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所蒙受了这些恩典 这些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的 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感恩的心 来过着丰富的一天 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的生活重心 不再是以自我为重心 不再是以太太为重心 不再是以孩子为重心 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 我们的生活方式会不一样 那么我们来更具体一点点来说 我们要放弃权力 以克制和受苦来荣耀神 这个好像讲的有一点点 比较难度比较深一点点 那么我们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在旧约圣经里面 撒末尔记上24章 在24章讲到 大卫当他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 大卫来到影基里这个地方 那时候他躲在一个山洞里面 那大卫和他跟随的人 躲在山洞里面的时候呢 那时候恰巧扫罗也进到这个山洞里面 那么跟随大卫的人怎么跟他说的呢 他们是怎么样跟大卫说的呢 他说大卫大卫啊 耶和华不是跟你说了吗 会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 你可以任意带他 换句话说 他们是在这边告诉大卫说 这个是大好的机会 你只要过去拿出刀来 一刀把扫罗杀掉 你就是亡了 我们都知道大卫的选择是什么 大卫没有这样子做 大卫只是偷偷地把扫罗的外袍的衣襟 割下了一脚 可是他割下一脚之后呢 他又后悔 最后 我们看到当大卫在扫罗面前现身的时候 扫罗怎么说大卫呢 扫罗说 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讲 扫罗说 你比我公义 因为你以善待我 我却以恶待你 扫摩尔记上24章18节说 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 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 你却没有杀我 十九节 十九节 人若遇见仇敌 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 这是人的反应 我相信你我 我们都会有同样的这个反应出来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平反 让我能够胜过我的仇敌 这是人的反应 可是大卫怎么做 大卫怎么选择的 大卫选择顺服神 大卫说 扫罗是耶和华所高的 我不能伸手害他 因为神伟大 因为他尊主为大 今天不是以他自己为中心 他是以神为中心 所以他今天做出的决定 和世人的决定 完全不一样 大家看见这个差别了没有 那么 这些 也让我们看见 我们如何以我们的生命 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更具体的来讲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呈现基督徒的美德 我们看见这边讲的说 勤劳 忠诚 公正 诚实的美德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 遇到任何的基督徒 都会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是诚实相待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都是公正 我们在主里面 都是勤劳 愿意服侍人 这边有讲到说 压抑自己炫耀的欲望 与骄傲 这个怎么解释呢 为什么说是叫做 压抑自己炫耀的欲望和骄傲呢 很多时候 我们会喜欢说 我们跟弟兄姐妹们 来分享 分享我们的成果 分享我们的成就 分享一些 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分享 但是呢 不要忘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信 当我们的罪信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分享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罪信在里面 常常我们的骄傲的情绪 就会慢慢慢慢漏出来 你在分享的时候 你一定是手足舞蹈 没飞受 在这边讲说 什么事情 什么事 什么事情 然后呢 听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这时候我们的骄傲的情绪 会慢慢慢慢出来 我们不自主的就把我们的骄傲 写在我们的脸上 那这样子的分享 是造就人吗 我们要思想一下 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财富 都是来自于神的 我们只不过在世上 是一个战时的一个管家 最后我们都要去见主面 重新要思考 我们的生活方式 神赐给我们的财富 不是让我们炫耀 神赐给我们的财富 是让我们分享 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 在福音书里面 有一个故事 非常非常的熟悉 寡妇的两个小钱 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 这两个小钱代表什么 今天寡妇丢进去的两个小钱 是代表了她所有的一切 她完全摆上 分享她所有的 圣经上面也记载了 妇人奉献的时候 也是丢了不少钱进去 钱丢到这个银库里面 天零卡朗地掉进去 但是 我们仔细回想一下 这寡妇奉献的心态 和妇人奉献的心态 这个有钱人 他们奉献的心态是什么 她是不是在炫耀自己 你看我有多有钱 你看我奉献的这么多 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 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我们生活在北美 北美的生活条件是 数一数二的富裕 但是呢 我们却都走上了世界的道路 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当中 我们走上了享乐的道路 忘记了我们灵社的需要 在人看来 如果我们选择不同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你有这么好的生活 你为什么把它放掉 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一些宣教士 在北美的宣教士 放掉他这边一切所有的 出去外面宣教 不管是去国内也好 到非洲也好 到任何地方去宣教也好 他是不是把北美的生活 完全放掉了 在人看来 是觉得说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会说 这个宣教士很有勇气 我们会这样说 我们都会这样说 这个宣教士很有勇气 这个宣教士愿意摆上 这个宣教士很爱神 但是呢 十字架的道路 在人是愚拙的 但却是得胜的途径 今天 是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一个建议 也不是一个权力的展示 不是说今天我们一定要被逼得要如此行 不是这样子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选择 是我们的选择 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 我们会从心里面发出来说 那是我自由的选择 我愿意为主放掉这一切 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 我愿意这样的行 不是被逼的 也不是众人都这样的行 所以我跟着这个流行 我跟潮流这样的走 不是 那是我们个人自由的选择 因为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 耶稣的爱在我们心里当中 激励我们如此行 因为我们过顺服的生活 是因为耶稣就是过这种生活 让我们一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跟随耶稣的脚踪 让我们同行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我们谢谢你 你每天赐下丰盛的恩典 真的是多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主啊 你让我们在这世上过好日子 不是只是我们在这里享乐而已 你给我们的平安 你给我们的喜乐 你所给我们的这一切 为的是要我们能够展现 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爱 因为主你先爱我们 因为主你的爱充满我们 你也让我们选择去爱人 爱我们周遭的不同的人 不论他的信仰 不论他的行为 不论是任何人 主啊 你让我们去爱每一个人 爱我们的灵舍 爱我们的同事 爱我们的朋友 爱我们的亲戚 父神啊 我们谢谢你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想做 但我们信心不足 我们内里的缺乏 主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向你祈求 求主你加添我们信心 求主你让我们刚强壮展的 走前面的道路 跟随主你的脚踪 让我们行主你所行的 做主你所做的 让我们所做出来的 能够讨神的喜悦 能够荣耀主你的名 我们这样的感谢 祈求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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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